今天我来到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以利亚的事奉生命图造的一个系列 我们一直都在讲以利亚的系列 今天我们讲到一个 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特兴姐妹都会面对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看看经文是讲什么 今天我们讲到软弱当中的楚光 在和修本的经文中抽读一些段落 大家其实对以利亚的事迹都很熟悉 但我们也重温一下圣经里的记载 以利亚自己在抗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说 要说现在救了求你取我的生命 因为我不给我的祖先好 他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 有个天使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 他观看头旁有烧热的石头烤的饼和一壶水 他就吃了喝了又在桃牙 耶和华的使者回来第二次拍他说 起来因为你要走的路很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 像像这饮食的力 走了四十就夜 到了上帝的山就是河列山 他就那里进了一座洞在洞中过夜看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而耶和华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耶和华面前有烈风大作 山崩石烈 耶和却不在风中 风后有地震 耶和华也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轻微小小的声音 耶和华听见就用外衣蒙念出来 站在洞口听 有声音向他说 耶和华 你在这里做什么 耶和华对他说 去吧 从沿路回去 往大马式大马士革的 旷野去到那里 你要高下舌作 雅难忘 但在我意识力当中 留下七千人 善未曾向巴力 核实未曾亲吻巴力的 耶和华离开他 他就去宰了一对牛 一对牛用 这个的套牛的器具 煮肉吸白胜吃 随后就起床 跟随以利亚 服侍他 甚至我们一直在看以利亚的信息 我们从雅各书里 雅各提醒我们 以利亚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有同样的性情 也就是说 以利亚其实不是什么特别超凡 有一个特异功能 或者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祂都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样 我们信主 我们在信主的路上有挫折 有崎嶇 在侍奉的路上 有软弱 有刚强的时刻 我们都是和以利亚同样 都是血肉的 我们英文叫做魔徒 我们都是血肉之驱 我们都是一个地上的人 但是为什么以利亚能够 亚各书祈祷 上帝就应允祂的祷告 就是叫雨 不下的时候就不下 下的时候就下 这个是我们很想了解到 我们也很想像以利亚一样 有这样的服事的经历 所以以利亚的系列 都是帮助我们 去提醒我们 就是以利亚经过的 其实是上帝如何去 徒造祂的生命 同样我们今天上帝 都在徒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以至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 能够有机会 我们的人生能够不在一样 从以利亚的呼召 到祂一路经历上帝 我们今天去到一个阶段 就是一个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过的 包括牧师在内 就是我们叫灵夫 什么叫灵夫呢 或者天主教叫神夫 什么叫灵夫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基督教术语就叫做 灵命软弱 灵性低潮 或者叫宿灵低潮 就好像大卫在诗篇里面 四二篇或者四三篇里面所说的 我的心下 你为何幽门 为何在里面烦躁 什么叫灵夫 就是你属灵低潮 我想问一下大卫教妹 有谁没试过属灵低潮 坦白 没试过 请举手 我曾经有人举手 我想问他 为什么你灵命这么厉害呢 他说原来我从未灵修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所以他没试过灵夫 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顶战会很坦白说 就算牧师也 都会有灵夫或者灵命低潮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灵命高潮的时间 有灵命低潮的时间 因为灵夫其实是来自天主教的 圣伊纳着就是这个耶稣会的教士 就是这个创办人 Agnatius Loyola 他就创立了耶稣会 他那个形容什么叫灵夫呢 灵命低潮就是 你被留下一个孤单一人被遗弃的那种感觉 纯粹是一个感觉而已 就是说你其实可能每个星期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一样回来崇拜 你一样看圣经 一样教Orange Kid 一样是做服侍的工作 一样是大敬拜 但是在你的心灵里面 你感觉到自己离神很远 似乎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 我再一次说 你不一定有什么迹象 因为不一定的 但是你知道自己在心灵里面 觉得神离开很远 你记住就是 神是无所不在 好像我上次来说的 云上的太阳 你见不到上帝不代表 上帝不在当中 你感觉不到上帝不代表 上帝不在当中 但是你自己个人的感觉就是 好像上帝不在当中 心灵上被遗弃 感觉到很孤单 等着我不知道你现在 是不是处身于这样的光景 你知道天主教 圣以立着就是他创立耶稣会 因为1517年当宗教改革的时候 天主教 你知道之前有很多的问题 他们之后痛还是思痛 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们希望先搞自己的灵命 因为过去很多的腐化 所以耶稣会设立 不单只是武装组织 要去争取自己天主教的地盘 更加是希望信耶稣的人 都能够回复和上帝的关系 这才是最重要 今天我们怎么看灵符 这个东西呢 如果不是 如果是各个基督徒 我们都要面对 究竟有什么迹象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自己 测试是看你自己的 你不要看其他人 这个人灵符 不要搜索别人 你看自己 我都说行为上看不到 但是你的感觉上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就是你离开上帝很远 我们看伊利亚这个事迹的时候 我觉得 我真的不敢搜索 刚才我所说的 不是搜索它 标签它 它就是灵符 也有一些迹象 让我们去反省 究竟我们自己 是不是面对灵符 有很多原因 好像上一次 郑牧师可能和下一次 都会分享到的 就是灵符有些原因 可能你面对一些 生活上的挫败 事奉里面的失败 觉得上帝不听你的讨告 你和男朋友分手 或者你觉得自己付出很多 没有回报 或者你觉得上帝不公义 我认识有一个 自小回教会的弟兄 他回教会很多年 直至1989年 6月4日之后 他决定不回教会 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公义 直至今日都不再回教会 你问他信不信上帝 他觉得信的 因为你没可能生气 一个不存在的物 就是一个being 你生气上帝 为什么他不公义 你生气得上帝 你也是知道有上帝存在 不过你觉得上帝 和你的价值观很不同 所以你不想再接近他 一直都没有再做灵修 有些人是这样 他觉得不公义 他觉得上帝很远 又或者一些事情发生在你家 你爱的人身上 或者你自己身上 你觉得上帝实在离开很远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令你有灵修 但我们看看一些对自己的测试 问一下自己 你是不是灵修 这些现象出来 是很普遍的 我们看看第一件事 灵修的第一个现象就是 放弃 我叫他做全盘放弃 广东话叫放弃 扔炮 不去 不拎 不停 你看看 他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以利亚怎么跟上帝说 第四节那里说 现在够了 在和合本和女阵中 都译做霸了 That's it 或者我受不了 那中文 现在中文 其实那个意思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NIV 英文也比较好 I have had enough Lord 记住就是 灵修不是代表你不信上帝 你也跟上帝说 但也跟上帝说 是这样先 对不对 好像我们一些侍奉领袖 例如Rossard 例如 又要做组长 又要带敬拜 又要做和唱 对不对 又要在Presidenting 又要去Tracy 遲些可能要带你去Penisola 对不对 哇 这么多东西 就是做 灵修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你做到怕了 或者你觉得受救了 对不对 I have had enough 那怎么呢 那你就全盘放弃 你不是放弃其中一样东西 那时候 做到我们叫burn out 就是灵修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全盘放弃 不做 全部都不做 不要再找我 我们见过一些特殷师妹都是这样的 曾经很热心事奉 但是去到一段时间 就是什么都不做 纯粹回来教会聚会就算 他又不是在其他地方有服事 但是他全部的 完全的放弃 就这样 撑不住 觉得上帝不去听他的讨告 第二样东西的测试 求死 第二样东西就是 不如你拿了我的命算 就是要求你取我的生命吧 记住这是一个感觉 不是说以利亚就想自杀 如果他想自杀的话 不用走四十就夜 或者不用走整天去到罗藤树下 你只要在耶利亚的城门口等半天 也不用等几个小时 耶利亚就派兵来追杀你 即死 必须逃亡才行 必须要走到一棵树底下求死才行 这种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也是 我每个礼拜日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那种的感觉 就是 早上要讲道 要开会 回到家就是 我真的很想死 真的想死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那个感觉 就是想死的感觉 做到坦坦要 想死 但你不是真的想自杀 伊利亚都不是真的想自杀 但他到上帝面前就是 想死 不如 我们很多人叫做发负气 你不如拿一条命算 我不想再继续下去 那种的感觉 鼎智妹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感觉 第三种就是自责 好像麦兜那些幻化 我连什么都不如 因为我不给我的祖先 开始去比较 特别 在侍奉里面有所谓的 burn out的特影智妹 不用我而已 有另外一个 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这个是 自己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不好 第四 我叫做 颓废 如果你看整个伊利亚的逃亡的经历 它很有趣的就是 它一时 就是 抗分 抗食 一时就是 不睡 不吃 吃了一餐之后 就走四十走夜 这个是我自己 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 当灵命软弱的时候 我在睡觉和吃东西里面 是一个现象 就是 抗食 抗睡 或者不吃 不睡 就是你的生活 是有颠倒当中的 其中一件事 我以前 不是说现在灵命很好 但是当灵命不好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打机 打机 就是麻醉自己 就是打机 打到通宵也好 或者现在通宵不了 现在年纪大 以前当信主没多久的时候 灵命不好的时候 就沉迷在那里打机 我还记得那时候 刚刚回香港侍奉 遇到很多挫折 那时候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尾的时候 我最记得就是八九年 我八八年十月回香港侍奉 半年之后八九年六月 就是六四 六四之后 很多电影专门又不回教会 或者很多情绪很高涨 要求牧师出去 去做感死队 不做又是说你不爱上帝 不争取公义 就有很多问题 有一陣子 搞到我灵命低潮 不要骂人 都是自己骂人 天天在打三国志 即是那时候 XT、AT那个年代 天天在打 打几天 不睡觉都可以 喂 退肺 不想做任何事 抗食抗训 如果你看整段经文 告诉我们 又吃又喝 然后又走很远的路程 然后喝了吃了 就走了四十就夜 去到何列山 如果你看这幅圣经地图 你看到就是 在加密山 他走一天的路程 从耶利利走的路程 去到罗藤树下 然后去到何列山 走四十就夜 何列山就是西奈山 西奈山就是在西奈半岛的南端 就是摩西 上去拿法版 以及攀布十届的地方 也是上对呼召 和应许摩西的地方 如果你照地图去看 由耶斯列到何列山 就是二百六十里度 由耶斯列到罗藤树 就是一天你去看圣经 如果你信圣经的literal meaning 就是说文字上 他说的那些不是虚数来的 是真实的数字 他走四十就夜 就是说由耶斯列到何列山 他走四十一天 但是耶斯列到何列山 六里是很简单的 对不对 就是我现在的西奈哥不好 我走路 一个小时都走两三里 对不对 你再走慢一点 一个小时就走两里 对不对 你想想他一天才走六里 其实他不是真的 好像圣经你们看上去 就是狂奔 狂奔去耶利山 神吹损他其实不是的 我们讲的话叫 他叫啸酒 就是他是啸酒 就是他是慢慢慢慢走走走走 睡着吃着又走走 然后吃完东西之后 他又走走四十就夜 他没有再吃东西了 已经记载到 是胀着的力 但是他一样走得很慢 一天就是走六里 就是他是归速地去走 我叫他啸酒 结果就是走了何列山 很多先知都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记得就是 若拿也是散传 就是在这个里里的眉里 散传算数 上帝叫我就是这样做 有些圣经里的人物都是这样的 因为调气不顺 他根本不想做 但是上帝叫到他又不可以不做 他又知道上帝是真实的 不可以离开上帝 但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灵命不好 于是他不停做了就算了 不停做就算了 所以他就走到何列山的上面 但是去到之后 那怎么办呢 他就躲在一个洞里 这个也是很多 灵命呼干或者软弱的特影子妹 其中一个现象就是 我们不想见人 玩失踪 我们不想见人是因为 我们不想见上帝 不是上帝不在这里 我们知道上帝在这里 但我们不想见 因为当然有一些东西 可能是你生气上帝 可能是你犯罪离开上帝 可能是你不同意上帝所做某些东西 就像阿当 为什么他要躲起来 上帝无所不在 躲起来都去哪里 为什么若拿要逃走 我们走到哪里 为什么他要躲在一个洞里 你可以逃避到 要向你说话 五万一 但是我们不想见他 不想见他 也有一个出现就是 我们不想见弟兄姐妹 因为见到这帮人 不单是眼冤 也提醒我们 我们属于一个群体 弟兄姐妹会问你 我们也不想再虚假 告诉别人 对吧 就是最近我的灵命很好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想见 不想有人找我们 我们就躲起来 不想见人 等着我记得在香港 我其中一个灵命 最低谷的时间 就是 我有几天躲起来 不见人 发脾气 向上帝 最惨的一件事就是 你又知道上帝是真的 那你又蒙照做了传道人 不可以回头 当然可以 但是 你有时都会想的 当年明天低潮的时候 不如不想见人 自己走了去 说retreat 实际上就是 不想见人 躲起来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 我觉得上帝不信实 因为当时我信了主 二十几年 但我妈妈仍然 未肯信耶稣 虽然我用尽一切的方法 在家里尽我自己的本分 做见证 每天为他信主祈祷 但是 因为我妈妈都不肯信 变本加厉的就是 老人家常常常我 回教会 回酒店 回家 好像 教会是你家 受证了 早中十八代 没有传人 因为我是梁门 唯一一个男丁 妈妈常常说 回到家时很沮丧 因为回到家时 整个屋都是 一回到家时 就是满天神佛 回到家时很恐怖 全部都是红色灯的 神台还多过饭桌 你一进门口 第一件事就是 五方五土龙神 地主 然后就进厨房 又做军 然后去厅 又观音 梁门祖先 去到哪里都是 那些传统的迷信 最惨的就是 每逢过节 我妈有门口烧衣 搞很多东西 所以基本上过节 你不想回去 烧肉 鸡 拜偶像 你不是害怕 吃炮什么才行 结完土之后杀掉那些斜灵 但是你不同意他所做 所以很惨 过节你又不想回家 你表达自己 跟偶像断绝关系 但是他很沮丧 所以就走了去躲起 令星低潮 整个礼拜 但是上帝如何抽出来 一会儿一会儿 我会和大家分享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结果就是 我妈妈 十几年前信了主 是我亲自带她信耶稣 兼 我和她亲手 一年之后为她施赠 我妈妈 九年前已经离世 回到天家 但是她信了主之后 一直都在教会侍奉 直到她没有能力去侍奉为止 她甚至跟我一起 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 因为我不懂得听客家话 我不懂得说 但是我妈妈懂 所以当我去服侍那些老人家的时候 她跟着我去做我的翻译 是带了几个婆婆信住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当然详细 我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但是在我自己灵命最低潮的时候 我觉得上帝不信实 为什么我信耶稣 又说 你和你一家都必然得救 为什么只剩下我妈 也不放过她 要她落地獄 心里面都是这样想 但是上帝如何帮助 以利亚又如何帮助我呢 我想第一件事 我想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首先我们要知道 你灵命软弱 想起灵性低潮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 你看看上帝 看任何的识经书所说的 上帝就是 以利亚刚刚斗完巴力的先知 根皮力尽又走了这么久 最需要的是 在身体体上能够充实自己 这个带给我们看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当我们灵命软弱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都看回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光景 是灵命啊 因为有其他东西影响你灵命呢 今次我祖宗会的时候 和Angela师母一起祈祷 Angela师母也和我们分享 她妈妈在香港身体软弱 她也说了一句 真是很真实的 她说当你身体不行的时候 你看很多东西 都很negative 这个很真实的 你怎样叫它灵命好才可以 如果身体不行的话 又同样地 如果你婚姻不行的话 是不是你灵命会很高涨呢 我真的觉得未必会 如果是的 我觉得就是上帝要你快点去搞定你自己的婚姻 是不是 你和人的关系不行的时候 你和弟兄姐妹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怎样会灵命高涨呢 你一定有些东西在影响你 可能是经济方面 你快要面对破产了 可能激发你更加爱主 我不知道 但选了一些东西 让你阻碍你自己灵命的情况 上帝就会不会我们学习 要去处理那些东西 有些人 起因不一定是灵命 刚才我说到的是 弟兄姐妹会有些burn out 是不是 通常都是骂教会的 没有人性 不停叫人做事 但是有时候想到 你不是要顶着 全部都要say no 但有时候自己都要学习 如何去优先处理 你要记住 你不应该害怕那些 能够毁灭你肉体的人 不是说牧师会毁灭你的肉体 耶稣这么说 你要害怕那个 能够毁灭灵魂那个 不过 我们都是向上帝交仗 我们不是向人交仗 我们要服侍是向上帝 不是要讨好任何人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是 可能事奉里面 会不会有些东西 我们需要去摆下 有些东西 我们需要去prioritize 以致我们能够有空间去服侍 有空间去享受 上帝在当中的服侍 同样地 当我自己思想的时候 想提醒我一件事 可能妈妈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妈妈一直都血压高 她发现血压高之前 曾经到200 即高压的时候 低压160 即是爆血管 所以要看医生 我妈妈当时都很害怕死 我想到一件事 原来妈妈她 你不断硬攻她 没有用的 她最面对的事 就是面对害怕死 以及面对身体 我可以学习 除了要为她信主祈祷之外 我为她身体去祷告 我学习了这件事 原来我关心的 不仅是她灵魂 但现在这刻她最需要的是身体 处理身体健康 所以我就开始为了祈祷 上帝就要动手 我稍后分享一下 是怎样动手 但是我相信 你现在这刻 可能就要处理 如果你灵命低潮的话 特帅 上帝也提醒伊利亚 你现在灵命光景软弱 是为什么会是这样 就和刚才说的 处理急需的一样 上帝就问伊利亚两次 第九节和第十三节 就是伊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大家是否很熟悉这句话 当阿当夏娃犯罪之后 他们躲起来 上帝就问一个问题 阿当你在哪里 当个人杀了阿伯之后 上帝就问个人 你的兄弟在哪里 大家知不知道上帝问这些问题 是否上帝不知道 是否上帝当问摩西 你手中拿着的是什么 是吧 就是他们收拾埋埋 是吧 上帝看不到 不是吧 是吧 为什么上帝要问这个问题 上帝问问题 不是因为他不知道 是吧 上帝不是因为 不知道阿当躲在哪里 不知道伊利亚 躲在一个洞里 找不到他 不是 上帝问问题 是因为上帝想你去正视 这条问题 这条问题是答案 你看看耶稣基督 问西门彼得 你爱我 你爱我比自己更深 你以为耶稣 知不知道西门彼得是否真的爱他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 大家都知道耶稣想建立他 所以西门彼得 耶稣问了三次之后 觉得很烦 他说 主你是无所不知的 是不是 西门彼得真的很聪明 他知道 主你是无所不知 你怎会不知道 我爱不爱你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真的爱你 但是我爱你 只能用人的爱 来爱你 因为我爱是不完全的 耶稣问这些问题 就是要我们去反省我们的光景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当灵命软弱的时候 我们去问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搞成这样 为什么我会不想见上帝 为什么我会觉得上帝是离开我这么远 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去反省去问 第三样东西 回顾过去 上帝就引领他去到荷烈山 荷烈山是什么山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上帝要显然给伊利亚 有时候我们都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些事情 不会漫无目的 那里有那么多山 去回家门山也行 很多山都可以去的 或者任何地方都可以向他显然 为什么要引领他去荷烈山 大家都知道 荷烈山就是西泥山 就是摩世 当领受上帝的呼召 要带领以色的人 继续过旷野 攀布十界 要他们去跟上帝 去敬畏上帝 亦都是以色列人去反叛 大家记得的就是阿伦 和一帮百姓 开始拜金牟毒的时候 摩世奈来路窄法版 这也是上帝提醒我们 提醒伊利亚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一定我们 侍奉上帝做任何事情 那群受众就一定会听你的话 你看看荷烈山是怎样的山 当摩世走了一阵之后 百姓就离弃上帝 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所想的 是这样的 你打算就是 杀了巴力的先知 这个耶洗别 和阿哈 和比尔星利人 就会去回转 归向上帝吗 不一定 他叫我们看回以前上帝 是怎样呼召 怎样应许摩世 同样地 今天都会同样地去呼召 和应许你 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想 就是 当时我自己躲起来去想 我都想到就是 过去日子里面上帝有没有 规复过我 或者有没有不信实过 或者当我觉到不信实的时候 后来上帝是怎样帮我搞定 我都顶着我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就是 当你退下来去想想 想回头 当你信主 或者甚至信主前 一直到现在 上帝是否真的不信神 有时候我都跟太太说 是吧 我对他好 九百九十九样 只有一样东西 第一千次 有些东西对他不好 他就觉得我不信实 是吧 人对上帝都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 God give and forgive men get and forget 是吧 是吧 就是这样的 是吧 上帝保守 你有生命气息 有好的工作 有好的家庭 什么都 你觉得是奉旨的 take it for granted 但上帝只有一样东西 你觉得上帝不信 上帝就不信实了 上帝带以利亚看回 荷里山 以色列人的过去 上帝有没有 规复过以色列人 有没有规复过他的先知 这个就是 上帝要提醒我们 问我们 会不会我们思想回以往 上帝带我们走的路程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上帝有没有规复过我们 第三件事 我觉得 这个是我自己的领受 很多人解释这件经文 就是为何上帝用微小的声音 他说之前地震 风吹 地烈 上帝不在当中 我自己看到的 我自己领受的 上帝是破除 以利亚对上帝看法的盲点 大家记得上一次 我们说过 以利亚去到一个穷寡妇的家 穷寡妇的儿子死了 以利亚祈祷 神就医治 接着穷寡妇和儿子 将荣耀归给上帝 这个是感谢主的现况 但这一条不是方程式 以利亚同样地去到加密山 为主做更大的事 都是小提大做 有些事情不行 于是神的伯人出来 搞定了 于是应该就是那群受众 高举赞美 荣耀上帝 那条formula应该是这样 我祈祷上帝英勇 是吧 为妈妈祷告 应该妈妈是信主 是吧 期了二十多年 但会不会这个只是我们人 看上帝的方程式 我叫他做 God made in the image of man 即是上帝是人的形象所做 是吧 上帝应该是这样 我祷告上帝就应该去 是吧 即是英勇我 但上帝就让以利亚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以往对摩西的 是山崩地裂 是吧 风吹 是吧 以前我看出来的叫什么 Indiana Jones 是吧 结尾的时候 是吧 那个Arc 是吧 即是上帝来了 地震风吹 这个是人的方程式 但上帝说不是 我要做新事 你没想过的就是我向你说话 是用最微小的声音 上帝是可疑 用不同的方法 用不同的方式 用不同的回应 当我为妈妈的健康祷告 那当然要祈祷才行 灵命就好了 上帝就出手 有一天收到个电话 警察打来 就是我妈去神运的时候 滚了下山 跌断了一只脚 人们看来 有没有搞错 你说妈妈健康祷告 是吧 更坏 是吧 神为什么不信神 但是当我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看到上帝的作为 妈妈因为糖尿病 之后进医院 跌断他的脚要做手术 因为有糖尿病 所以他很难埋口的伤口 医生说 要留院一个月 我听过之后 立刻感谢上帝 不是因为他跌断脚 感谢上帝 是吧 是因为 因为他扎着脚 当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 钓石膏 施了手术 钓了在这里 他说 医生说 要我躺在他一个月 不能动 我心里想 感谢主 这次 是吧 以前一说耶稣 你马上走开 现在还能走 是吧 还有我不会硬工 是吧 我都会跟妈妈说 那好吧 我们每天来 我跟我妹妹就隔天去 帮她抹身 帮她去 买东西给她吃 带汤给她喝 服侍她 并且为她祈祷 我妈为你祈祷 长话短说 三十日之后 当我妈妈出院回到家 一个礼拜之后 我到她家 带了我妈妈信住 当时我跟我妈说 她说 愿意决志 我跟妈妈说 我说妈 你儿子做牧师 你不要给我面子 你相信耶稣 是吧 很害怕 因为我服侍她 但是我妈说 我第一次见我妈 流着眼泪 在我面前说 她儿子 我是一个罪人 我需要耶稣 根本不是我带我妈妈信住 是上帝听吐口 吹逼她去信住 他心里说出来 滚了入山 撿回一条命 他觉得有神的心意在当中 我一直祈祷 希望上帝 就是叫他信耶稣 我没有想过 就是上帝要推他下山 然后等他折断他的脚 他能够信住 我很相信是上帝的工作 我不是叫你祈祷 叫你家人 遇到什么意外 和患 如果你这样想 这个是你的方程式 上帝未必会这样做 上帝会用不同的方式 做不同的事情 上帝显明给我们看 也给伊利亚看的就是 他有他的方法 因为我们的上帝 是比我们大很多 等于有时看 我们的上帝 不要不狭藝 将上帝放在一个箱子上 无论你什么宗派背景 什么信仰的经历 这些都是上帝给你经历的 但是这个不是你的方程式 我们要开放就是 上帝会有其他的工作 在不同的人生命里面去发生 不是单止 只是你所看的 这样 我们要破除这个盲点 正如上帝 被伊利亚看到这个盲点 一样 当然上帝也重新的确立它 上帝有多有趣的一件事 伊利亚想着 我要拯救伊色列人 上帝要带我打圣巴利的先知 应该伊色列人回转 上帝说不是 他说我要你去高纳 两个外邦的皇帝 他说 有多超越人的想法 上帝要用外邦的皇 去惩罚 以以色列人能够回转 上帝说你去高纳 两个伊色列王 不是 是爱邦的皇 他们要去帮我惩罚 你看上帝的工作就好像 上帝兴起巴比伦人去管教 以色列人一样 这个是人绝对不会想 但是他被伊利亚重受这个职份 再次的应许就是 他告诉伊利亚知道 你不要想着是自己一个人去侍奉 还有七千人 在以色列里面 是未向巴历核实 这个是再次应许他 上帝不是单止要拯救他 也有很多人在当中 去跟从耶和华 还有最后 大家都知道 伊利亚就是 上帝为他预备 他不再孤单 为他预备一个同伴 他的门徒就是伊利沙 大家如果看伊利沙的事迹 知道就是伊利沙做的事 比伊利亚更加宏大 特性子妹 特性子妹 我们都想回现房 为什么我们会落在如此的光景当中 接着回顾过去 上帝在过去日子里面 有没有规待过我们 展望将来 有什么新的事情 因为上帝要我在当中学习 是否有些事情 我们自己的盲点执着 以致搞到我们 对上帝 是觉得他越来越远呢 上帝有什么应许 给我们 就好像诗人 他告诉我们 其实灵命低潮 唯有一件事就是 我们去仰望上帝 我们要学习 如何去清謝他 顶着回想 其中一件事 回顾过去最好的就是 我们要学习去感恩 过一个感恩的人生 若白一开始的时候 都提醒我们 我们赤身出于舞台 要赤身归回 我们现在活这一生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上帝 赐给我们 为什么我们还埋怨这么多 觉得上帝不信实 多一些去感恩 我们自然能够在 那个洞里爬出来 这个也是我盼望 在座当中的一些特影姊妹 如果你还在一个洞里面的话 我希望以下 我们回应的这首诗歌 能够帮到我们看到 应当仰望上帝 请你 因为祂是我们的拯救 祂是我们的上帝 祂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借低头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求你 你藉着今天的信息 也提醒我们 祂是一位 超越我们思想 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上帝 你说过 我们凡事 特别当我们灵命软弱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 来到你做前求 因为你会将出人意外的平安 去加给我们 祂求你在今天 每个特影姊妹 听到的特影姊妹当中 继续做你的新事 以致我们的生命 能够真的经历到你 并将我们的生命 能够不在一样 所以让我们祷告 奉耶稣你的圣命 阿们